重要的法官呢 为什么会被我们普遍的 社会的印象不好 很多法官都关起门来思考 说哎呀这个是 这个是因为大家不懂法条 不懂法律程序 根本不了解判决 所以一般民众的印象是错误的 不是啊 是因为成年累读的案件 累积出来有这种恐龙判决 这种恐龙判决是基本逻辑的混淆 基本逻辑根本论理上不通 可在法官上却 这个却 却要为谁辩护 他就这样子讲一段 要为谁加重 他就这样子另外讲一段 这个任谁都看得出来 文字成为法官 这一个御用的 为什么四个男生法官都认为 这个不是性骚扰 只有那个女法官认为是性骚扰 我就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性骚扰的本质嘛 所以这就是我 他们觉得那样没关系 对啊 他认为是言行失当 那你为什么是你是男生你觉得这有关系 那四个男生是法官认为那没关系 不是因为旧法论法嘛 有了性骚扰防治法 他法应该比你懂啊 谁说的啊 他说法官呢 法律系的呢 我昨天直接挑战这个法官 你到底读了那个性骚扰防治法没有啊 你读了以后你又没读通 我直接这样挑战他呀 这理由非常简单 你以为这个法官 他说这是你个人的意见嘛 那我根本不太理会了 因为他你听他的陈述 你就知道 他根本性骚扰防 性骚扰分这三级 他都不知道 我昨天直接挑二十五条问他 他就在那里谈这个是性骚扰分 根本搞错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谈到职务法院 那这更是一个大问题 今天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 其实是职务法院的再审 其实另外一个法院已经判决 他其实是性骚扰有确定的 对 并不是说没有法官 不知道他的性骚扰 对 他说申请再审 今天之所以是再审翻过来的 所以是再审把这个案子 让大家觉得哗然嘛 那可是再审的法官 并没有论述 为什么一审的 第一审的行政法院的法官 判决的错误 他从头到尾没有论述这个 说有什么证据证明两行相悦 有什么证据证明 一审的法官认识 用法是错误 都没有啊 他就直接重新论证 好 在审的确可以重新论证 可是一定要当事人重新陈述啊 可他又不给当事人陈述的机会 都没有找那个助理啊 对啊 他从头到尾就说 你说他前后发言不一 我昨天要问他 你不是说那个女的前后发言不一 哪个地方不一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他说有关那个牵手那一段 他在法院自律委员会的时候 没有这样陈述 没有陈述过 我说两段陈述 他一 这个几年前的故事 他中间漏掉三段 这个叫做前后不一啊 嗯